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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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台股呢 这波跌掉了693点 买还是卖 买还是卖 重挫693点 缺口来了 缺口来了 加强买进力道 是我当天给你一个操作经历 上礼拜四 怕不怕 两大银行的危机 现在政府相关单位出手 省救援的 你在担心什么 所以当天我们告诉你 最坏情况已经过了 接下来操作难度降低 记得吗 如果忘记了 订阅一下我的YouTube频道 把上礼拜四 我对盘的方向策略 回顾一下 你要为学义之用 毕竟像老师不可能一辈子 在电视解盘 所以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谁会在15186这个位置 告诉你加强买进力道 缺口不是叫支撑吗 来到支撑要不要买 要不要加强买进 隔天马上大涨231点 轻松转涨停 所以从上礼拜开始以来 你可以看到我所持有的个股 在还没有涨停板冲出去以前 就已经先买了嘛 两根三根涨停板的当然是有啊 礼拜一回档了32点 我的分析 顶多整理一下再走高 顶多整理一下下 它就会再走高 是不是 我说整理过程 很多股票跌不下去 将是你这一个礼拜 要跟我布局的中心 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所以礼拜一又跌了 我说一下下而已 它会再走高啊 礼拜二 昨天有没有大涨93点 今天又持续大涨247点 上礼拜四 礼拜一 所提供给你一个操作经理 应该有帮你掌握住 本波段的行情 这一档细微 上礼拜三 我会一档五天叫转折买点 最低113 收盘117很好买 很好买 它不是一架所涨停吗 上礼拜三的一个买点 买完之后 礼拜五亮灯128 礼拜一再度的工涨停 140 这样超过20% 昨天礼拜而创新高 涨了32%的一个细微 我卖在147吗 我也跟你对时对价啊 第一档怎么买的 昨天高档怎么出的 五天32% 轻松的弱带 带进带出 需要我多加解释吗 拿出会能勾讯 证明一切 所以昨天细微 我就卖在147 卖完之后 收在平盘附近 我昨天有跟你讲过啊 细微 如果它强势整理 我要接回的一个时间 很快就会接回啊 那如果是弱势整理呢 等待的时间 会稍微久一点 或是我不接啊 买其他个股啊 整个细微 它今天表现 算强势啊 很强啊 不过整个细微的资金 我昨天已经交代过了嘛 我已经转到 旺系这档股票嘛 所以我如果要 细微接回 那除非我是把这一档 这一个族群 的某一档持股 卖掉嘛 才有资金买细微嘛 持股 投资组额三档 最多五档 我说到一定做到 我一定会出掉的机会 才会进行的 资产获利 陈述效果 就是要一档 中完再换一档 昨天早盘 賣细微嘛 9点半嘛 賣细微嘛 那接下来呢 是不是买旺系 为什么要买它 赚超过一个股本的机油股嘛 这不是大双底嘛 这不是右脚的买点嘛 我买在11点25分的126.5啊 你自己去对市对价 保证一定买得到 就买在这个位置 买完之后 昨天亮灯 盘中131嘛 我会跟你催讯 我买在121吗 需要吗 亲爱的观众 最支持我的会员 给你的买进的位置 就是126.5啊 我会看到 它盘中亮灯的 为了来夸张我的迹象 我告诉你我买这边121啊 寫个字买 或是画个圈圈买 这样就算真的有买吗 出手的证据不厌其反的 把会员扣讯拿出来 跟全体会员 跟电视机观众 对时间 对价格 我就是买在昨天的126.5 是不是 126.5买完之后呢 很好买啊 这边126.5嘛 盘中亮灯 你昨天126.5没有买的 今天没有低点了 大盘涨200多点嘛 今天一开盘就开高啊 稍微洗一下又锁掌停 143 143 两天是不是两根 昨天是126.5啊 今天143啊 17块钱耶 10张就好了 126万 两个交易日17万 超过15% 两天是不是两根 我是虚妄一招吗 从投资组合的转换 你认为很简单吗 在目前多方结构 转换动作会比较简单一点 尤其上礼拜五啊 跌了693点的台股 来到那个开放盘跳空缺口 那是一个绝佳买点 我希望你要看对节目 要更对动作 否则 我这一档细微赚了三成嘛 然后旺细呢 又赚了十几%嘛 光是一个多礼拜 同一套资金 将近五成的报酬率 怎么办那大的 用心待会员 钱老师在盘中盘真的盯得很紧啊 从9点半 没有不是9点 我是8点半 就准备好动作了 电脑全部打开 昨天准备的资料 全部放在我的一个办公桌前面 自选股选好了 哪些股票浮现买点进去 哪些股票要卖 我当然会不手软 冯高高树员站在卖方嘛 昨天你所看到找盘细微的卖出 就是转到旺细 45% 不到两个礼拜 重不重要 获利乘数效果 一档做完再换一档嘛 昨天礼拜二的旺细 就是126.5卡位的 就买在这个位置 买完之后 盘中 亮灯 今天不啰嗦 再度亮灯来到143了嘛 行情是越来越简单 上礼拜 那个回档修正过程 你只要有安然度过的 你只要在上礼拜五 跟我进场的 这礼拜回档 再度跟我上车的 相信这两天的一个大涨 三百多点的行情 是你我共同创造出来的结果嘛 这一档联雅今天涨停 5G光通讯的 今天涨到129亮灯 我昨天 带我们特别会员买在117啊 收盘117.5 昨天9点53分 全体特别会员帮清好 做见证 昨天很关键 为什么要买联雅 因为短底行程呢 5G光通讯的联雅嘛 这短底已经行程了啊 所以昨天买在这个117的位置 昨天就买了 9点53分 117附近买联雅 当时价格在117 你去对时对价 就买在117 收盘是117.5嘛 所以今天就从117.5呢 开个小高 慢慢的拉高 来到129 直接攻涨停 也就是说在今天 他还没有涨100以前 昨天先卡位嘛 这样不是10%吗 行情是不是越来越简单 操作该怎么避开 将近700点的回档 我在上上礼拜 我就告诉过你了 2000多亿的带量下沙 让盘氏呈现一个落实整理 来到跳空缺口 那是一个买进的时机 有还是没有 不然你看到做股票 算是简单 我就贪大钱 连大盘都不会分析了 都在忽多忽空了 你认为可以帮你 直取财富的一个直达车吗 有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常常说嘛 你会跟墙头草的人交朋友吗 应该是不会嘛 大盘给你方向跟策略有 方向要对啊 策略如果再对 探集 不会太难 真的不会太难 这一档立志 之前前波段 去年度的五月份呢 506第一档刚突破 买完之后 涨到2622卖 赚了100块钱 落袋嘛 61号卖在622 这样赚100块钱啊 一张十万 等了多久时间 等了多久 等了9个月啊 今天度3月15号啊 大底完成的一个立志啊 我之前卖在622的啊 没有错吧 我是卖在622 现在股价剩一半嘛 剩302嘛 是不是物超所值 嗯 大底 我说有机会破断 当天最低301.5 收盘302 很好买3月15号 3月17号呢 最低又是301.5 一模一样 当天还是可以买啊 收盘309.5嘛 我告诉你 有机会破断 有机会破断 看法不变 礼拜来到322 这样子 4天20块钱嘛 从302收盘加计算 到礼拜322嘛 20块钱 今天已经来到334了 收盘是332啊 302到332 这样子30块钱 波段看法没有改变 关键性的转折 一旦被我抓住了 你给我时间 我给你破断 所以从302 以及这里 上礼拜四 这个尊贯性的加法点 我当然这两天都有进场 拉出去了 332了 买在低档区 你所享受的是一个 非常安稳的 波段式的操作 因为你跟我买低档 上去 稍微震荡一下 你不会担心 就像这一档直通 AI资安的 现在很多的企业 要用到的资安 好不好 趁他回档 不是乱追高啊 你看我的操盘节奏 向来是如此嘛 涨多的回档 来到资深 我会买 上礼拜五啊 直通买在42 买完之后 亮灯43块半 礼拜一 再度工长停 47.85 昨天礼拜二呢 盘中一度亮灯 来到52.6了 很快哦 三天 扎扎实实三根 从42这个位置 当做才42块钱了 昨天盘中已经来到52.6了 三天30% 涨了30% 这不是关键性的一个转折买点吗 盘 我怎么分析的 我就什么代汇人的嘛 要把大盘的一个策略 付诸在代汇人的一个操作嘛 是不是 所以整个支通 关键性的第一档转折买点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嘛 今天一个支通呢 高档震盪啊 表现中性啊 涨了30%的一个支通 我当然不可能代汇人 尤其新汇人下去乱追降嘛 不可能啊 除非它震荡过程 压回的空间 不会太大同时 我认为还有往上大涨一波 我才会代新汇人做卡位啊 否则 支通未来的行情 你就看金老师如果代汇人 安全的获利下车而已啊 所以这个行情操作难度 从上礼拜四 我说降低了 这礼拜回档32点 告诉你整理一下 它会走高 连续两天大涨300多点啊 行情是越来越简单 操作难度 下降的一个结果 所要带给你转涨停 转波段利润 机会越来越高 自己掌握一下 加油转波段利润 小组Stock178 或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给佑达 欢迎您回到价值型投资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转超过股本的一个i设计股王普瑞 二月初大抵完成 开始做记录 买在954 960加码 两笔单进去 看好用力的买 3月10号 当天跌19块钱啊 977嘛 我告诉你持续看好 当天跌啊 我看好啊 所以有没有实力转波段 我有没有实力转涨停 跌看好真的亮灯了 上礼拜是1120嘛 我礼拜五创新高 浮宫高 卖出基本单150嘛 从954到150 这样一买一卖217块钱 对 一张21万 五张超过100万嘛 礼拜五卖出基本单 加码单呢 礼拜120 卖出加码单 今天回档三天 是转折买点 所以我今天 9点18分 在106买回基本单 18分在106 你去对是对价 基本单是上礼拜五卖出的 150嘛 今天呢 106嘛 差了85块钱 高档卖 低档接 你接回之后呢 今天普瑞呢 106来到120了 这样子 55块钱 快不快 踩对节奏 在目前的盘势 难度降低的情况之下 垂手可得 我不喜欢夸张我的分析 但是 目前的盘面就是如此 不像上礼拜啊 上礼拜啊 上礼拜那个回档693天 心惊胆跳嘛 兩大银行的利空 该怎么拿捏盘式的看法 以及给你最好的操作经历 你们应该享受的是一个这礼拜 看回不回的成果嘛 因为上礼拜是 告诉你 加强买建立道 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当天来到缺口耶 就从这礼拜一嘛 盘压回啊 你在怕什么 还会再涨 低的时候不买 你什么时候买 这档材料赚超过股本的 涨多的一档机油股 基期比较高嘛 我趁它回档进场啊 那因为基期高啊 很快就会卖掉啊 3月3号334嘛 买完之后 我有没有按照我的看法 很快把它出场 3月6号就卖在351嘛 这样子17块钱落袋 351卖出的材料 328切回 340卖啊 一样是短线操作 价差操作 328、340 都12块钱嘛 两档29块钱 所以接下来材料要怎么操作 上礼拜是告诉你的建议啊 站上这一条多空转弯线 不杀低就可以低接 当天最低298啊 所以你350 340没跟我卖的 一张差了快50块钱啊 所以整个材料 今天有没有站上支撑多空转弯线 站上当然可以接回啊 给你的预告很清楚啊 一档股票 该如何进 该如何出 谁会讲得那么清楚 让你做好预备动作 谁 谁有这个能耐 亲爱的朋友 站上就可以滴接 站上就可以滴接 这是一个操盘的一个动作啊 今天有没有站上啊 是不是站上 你在怕什么 9点12分的材料 站回支撑 317附近接 12分在317 你去对时对价 买在317 盘中 插一档亮灯338 掌听板338 一天又快20块钱了 现在多少秒 317 敢不敢买 338 好玩的吗 站上就可以滴接啊 是不是 今天 不是完全站上吗 那就买啊 338 高档卖的啊 两次的卖点 一次351 一次340 高档有卖 今天317接啊 你觉得 这样的一个胜算 可以帮助你 创造多少的一个财富 双红散热模组的 去年度的10月份 120 收缴只跌 技术指标 黄金交叉 筹码干净 120 涨到143 继续留着 已经赚了21块钱嘛 因为量价没有不对称 筹码还是很稳定 什么时候要卖 158啊 涨了35% 41块钱嘛 捡码 卖 请不清楚 然后呢 很移的 一个多月 151啊 又要发动了 整理差不多了嘛 从这天开始买完之后呢 来到167 还没走完 涨到173.5的破断高 回档 小跌而已 当他开始整理 你跟我买在低档的啊 不然你在想什么 151啊 是不是很好 告诉你还没走完呢 我随便讲的吗 是不是 151啊 买在低档不用怕整理啊 今天 当然要特别拿出来跟你分享 是如何创造28%的利润 今天已经193.5了啊 低档去会买嘛 整理你就不会担心嘛 来到破断新高给我时间 我给你破断 前一段35% 这一段28% 同一档股票 超过六成 今天 今天 才想要介入吗 三个问号啊 需要那么盲目吗 需要 跟着市场上臭热闹吗 这几天当然有双红的一个利多啊 利多通常是帮我们的股价做抬教 我不希望你是最后的抬教者 就像这一档创委嘛 135啊 跟今天双红一样 创新高啊 涨了40% 你才要去买吗 回档 都有带会员买 不是创新高的135啊 当他135跌到112 差了23块钱 才要杀低吗 3月13号的分析啊 他跌啊 我说不是卖点啊 不是卖点就是买点啊 因为我之前加码在113啊 你忘记了吗 你忘记了吗 所以 从12.5 买进买回之后 上去之后回档 来到114.5啊 又跌啊 回这洗盘 之后还会再上 你所看到的是 当创委回档 跌到12.5 告诉你不是卖点 是买点 上去再度的回档 又是跌 我告诉你洗盘啊 他不是大涨特涨耶 大涨特涨 其他人很会用力的分析啊 但是 卿老师的 反市场操盘的风格 一档价值行投资 概念肌股 回档修正 我是敢代会员 站在买方的啊 从这两天的分析 你应该可以看出 我的功力 跟别人家就是不一样 12.5你敢买吗 上去之后 来到114.5 你敢不敢买 你再不买 没有低点了 隔天 120 接下来 123.5 昨天已经来到126了 这两天 只有一天的时间啊 买点稍纵即逝啊 是不是 今天已经来到129的一个短波高啊 今天有利多 自己去看 有利多才要追高点吗 嗯 那不是我的操盘风格 华星光 礼拜一 八天转折买点浮现了 我买来怎么位置 二月云收天场率超过150% 超过一倍的基欧股 买在44.5 买完之后盘中大涨快9% 昨天回档啊 量缩强势整理 我们告诉你 他还会再涨 他今天有没有涨了2.3% 昨天的分析 沿油在耳 今天马上让你印证 那明天的动作呢 请你好好的跟上来 今天这档冒打 形态刚突破 赚超过一个股本的基欧股 我今天进场啊 买在151 时间交易你自己对 保证一定成交啊 151买完之后 今天盘通拉高156 大涨快8% 未来强势基欧股所带给你破断行情 不小心如果掌握了加入农家军的行列 从明开始 我们一起来对时对价 把节目时间交给佑达 好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 各表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认评估 并且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